在2013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光大证券乌龙纸事件最近再起波澜 光大乌龙纸的主角杨建波撞告中共证监会 并揭露上海证监局还有上海证券交易所 事先对交易知情但不阻止 交易是在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热线指导之下完成的 杨建波自称他被冤枉成了相关领导的替罪羊 那么杨建波到底成了谁的替罪羊呢 我们来看看下面的报道 正当光大证券乌龙纸事件 逐渐淡出公共视野时 2月8号光大证券原投资总监杨建波 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 状告证监会请求法院撤销对他的处罚 去年8月16号11点多 户指瞬间暴涨近6% 71只大盘篮筹股一度涨停 仅两分钟后指数又直线坠落 收盘时一下跌收场 光大证券区区70亿元的交易 却撬动了流通市值20多万亿元的整个股票市场 杨建波回忆说 监管部门及派出机构都在第一时间知道了交易情况 并无意义 而且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还在电话中提醒他 空单不要下得太猛 事后证监会判定 包括杨建波在内的光大证券 4名直接责任人员涉嫌内幕交易 他们被终身禁止进入证券市场 最近杨建波对媒体表示他是被冤枉的 他成了相关领导的替罪杨 杨建波在这个时候出来说话 应该是他后面有一定的力量去支撑他 反正是跟江西合不来的 是不是洗礼咱也不知道 光大证券乌龙纸事件发生在审判原重庆市委书记 薄熙来前夕 据薄熙来案受害人徐重阳披露 不按开审前 薄家托人打电话给他 说如果他不曝光薄熙来案件的内幕 薄熙来的哥哥曾任职光大银行副主席的薄熙 要亲自见他 还强调薄家仍有实力 海外媒体报道 最近中共元老要求搁置对前政治局常委 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调查 他们威胁习近平 如果不及时调整反弹行动 中国就会大乱 并批评习近平在反腐问题上 太过放手中纪委书记王岐山 将矛盾引到最高层 引起所谓极其恶劣的政治效应 去年12月下旬 中共前公安部副部长 李东升落马 官方罕见地强调他兼任的 610办公室主任职务 评论认为 现任当权者向外界释放信号 不愿意替前中共党魁江泽民集团 迫害法轮功背黑锅 而此举引发江泽民集团 极度恐惧和疯狂反扑 1月7号 江泽民一手栽培的 所谓中国首善陈光彪 到纽约闹丑剧 1月21号 中共江泽民集团通过离岸丑闻 引爆周永康此前射下的定时炸弹 向习近平 胡锦涛 温家宝等家族 发出同归于尽的死亡威胁 外界指出 江派的这些动作激怒了习近平 1月30号 中国传统的大年三十 作为江泽民的扬州大管家 纪建业被抛出 随后官媒强调 群体腐败的所谓害群之马 要追究有关领导人的责任 最近 江派分崩离析的消息不断传出 香港争民2月号报道 去年11月 已退休的江系常委吴邦国 提议撤除江泽民在中南海的江泽民办公室 2月16号 港媒《东方日报》题为 传黄华华举报200高官贪腐的报道指称 江派前广东省省长黄华华 曾向中央举报 包括曾庆红等江派常委贪腐的消息 近期 江泽民集团头号谋臣 前中共副主席曾庆红 据传已成为周永康后被盯上的目标 有关他的儿子曾伟的贪腐黑幕被曝光 并传曾伟已遭软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